毛泽东 显为人知的故事 作者 张荣与乔·哈利戴 播讲 夏秋年 第25章 当上中共的斯大林 1942到1945年 48到51岁 整风也使毛的盟友增加了对他的畏惧感 他的主要帮手康生在那段时间非常怕毛 康生也是地下党 他的背景复杂 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入党都不清不楚 他提的入党介绍人否认介绍过他 许多人给毛写信提出对康的怀疑 有人说他被捕叛变 出卖同志 最令康惶惶不安的是莫斯科的态度 纪米特洛夫1943年12月的电报对毛说 康生为敌人效劳 很可疑 这当然代表斯大林的意见 早在1940年 莫斯科就要中共把康生清除出领导圈 康生全靠毛保他 毛不但不在乎康暧昧的过去 相反的 他要的就是康生这样的过去 毛喜欢有把柄可抓的人 在毛手心里 康生一辈子都提心吊胆 1975年临死前不久 还一再向毛表白 他没有叛变 康生在苏联经历了斯大林的肃反 参加了清洗别人 他是个心理变态的迫害狂 康爱观赏群众大会上人吓得发抖的场面 爱玩弄手中的牺牲品 斯大林有时把江户刑场的人照到办公室做最后谈话 康生呢 故意让受害者以为没事了 就在那如释重负的一刻 把他打入万丈深渊 康喜欢讲他家乡的一个地主 如何用驴机把做鞭子抽打长弓 一个15岁的女学生编了套谎话 讲他如何用肉体诱惑男人 为国民党刺探情报 康生带着他到处去讲 自己津津有味的听了一遍又一遍 他还给毛提供吟书 跟毛交换猥亵的笑话 康生后来成为延安恐怖的替罪羊 另一个盟友刘少奇也领导过地下党 自己还被捕过几次 要是他不跟毛合作 毛可以很容易的把他打成特务头子 刘1942年底刚回延安时曾对整人表示不满 但很快他就感到了危机 孙平观察到 刘迅速改变了观点 开始讨好康生 对毛一步一趋 后来刘鼓励他手下的人向蒋南翔给中央写信批评延安整风 不过那已是在毛把恐怖收回口袋之后 1950年 刘对苏联大使罗申说 延安整风的方式是不正当的 使大批同志受害 由于刘有才干又听话 毛在整风中提拔他做第二把手 直到文化大革命 有两个在未来的中国全清一时的女人 在延安整风中第一次尝到了被整和整人的滋味 这就是毛夫人江青和林彪的夫人叶群 两人都当过地下党 自然都有特务嫌疑 1943年的一天 林彪远在重庆 叶群被绑在马上拉去关押起来 但他很幸运 有个跟毛关系不一般的丈夫 林彪七月回延安 闯进审查他妻子的机关办公室 把马鞭子往桌子上一摔 呵斥道 他妈的 老子在前线流血打仗 你们在后方搞我老婆 机关赶紧放人 给叶群做了政治历史清白的结论 受审这一段时间虽短 给叶群的心灵留下永久的疤痕 是他铁石心肠的开端 轮革中他也成为整人的人 江青作为毛夫人 当然没人敢指控他 但他寝食不安 怕有人说出什么话来 他还得跟别人一样写思想检查 忍受批评与自我批评 他想躲起来 称病请假 毛不是林彪 他不保护自己的老婆 反而命他搬进中央党校 接受党和群众的检查 虽然时间不长 程度也远比别人轻 他已是终身惧怕毛了 不像贺子珍 江青从不敢对毛玩弄女人大发雷霆 更不用说离开毛 毛要他干什么 他就干什么 他这种恐惧感导致二十多年后文革中许多人坐监死亡 他学会了整人 对此还上了瘾 第一个牺牲品是女儿李娜19岁的保姆 李娜是毛根江青唯一的女儿 生于1940年8月3日 一岁半时来了第三任保姆 保姆出身在山西一个穷苦人家 父亲常年在黄河上来回浮水 给八路军驮运东西 一个严冬死在黄河里 保姆从小就给八路军做协 由于人老是勤恳 被提拔到区政府工作 后来跟其他本分可靠的女孩子一道被选为延安首长的保姆 做了体检 受了训练 他到了毛家 差事之一是给江青洗头 他说江青脾气大着呢 稍不合意就大发雷霆 吓得我不得了 一天 他突然被叫到江青和毛身边的两个工作人员面前 江青朝他吏声大叫 牛奶里有毒 你是坏人 来的时候就带了毒药 你坦白 在枣园有一头特别为毛家养的乳牛 油专人喂养和挤奶 江青那天泄肚子 怀疑是牛奶有问题 审了厨师跟勤务员以后审保姆 当天晚上 保姆被押进枣园后沟的监狱 住在一孔挤满女犯的窑洞里 白天的工作是纺线 定额高的使他们一刻也不能闲 当局发现 纺线是个绝妙的办法 被关押的人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便于管理 还创造了财富 晚上是审讯的时间 保姆受尽辱骂 你为什么不坦白 坦白就完了 你这个造粪的机器 夜里看守拿着灯笼 不时探头到各窑洞去看 提防自杀或逃跑 关了九个月 保姆被释放了 九个月里经历的恐惧伴随了他一辈子 正是靠整风 毛泽东树立起了对他的个人崇拜 人们在头脑里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地位 认识了毛泽东思想是唯一正确的思想 以前大家可以既钦佩毛又说调侃他的话 既拥护他做领袖 又对他跟江青的婚姻表示不满 学习毛的讲话时 不少人曾皱着眉头说 还不是这一套 太粗浅 太容易了解 好些人刚到延安时 看不惯呼喊毛主席万岁 觉得皇帝才喊万岁吗 我们这是干什么 我感觉肉麻 这一类言谈在运动以后都不复存在 个人崇拜的每一步骤都是毛本人亲自导演的 最重要的步骤都发生在延安恐怖最盛的1943年 这一年 毛亲手控制的解放日报连篇累读地登着大字标题 毛泽东同志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 这一年 毛担任校长的中央党校大礼堂郑上方 镶嵌上他本人的金色浮雕头像 这一年 中央党校发给每个学员一枚毛巷章 为后来人人必带毛巷章之史 这一年 毛的肖像大批印刷卖给家家户户 这一年 著名的毛颂歌东方红要人人传唱 也是在这一年 毛泽东思想这一说法问世 首次出现在王家祥的文章里 捉刀人其实是毛 王的妻子朱仲丽记得那是阳光灿烂的一天 心结的蜜枣 绿绿的挂在树上 毛到他家来了 先说了些关于打麻将的俏皮话 然后叫他丈夫写篇文章 纪念中共成立22周年 毛明确的说 你以前和我交换过的那些意见 我看都可以写进去 王家祥心领神会 费寝忘食的写了这篇文章 中心是 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 过去 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 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 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写好后交给毛沈月 毛打电话答复 写得很好 准备叫解放日报发表 发表后成了中共人人必须学习的文章 在每天的会上 一个简单公式被反复捶打进人们的脑子 只有跟着毛 才能无往而不胜 长征中最大的败仗 土城之战 明明是毛指挥的 现在成了违背了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的结果 毛反对的平行官之意 成了贯彻毛主席 右敌深入等作战原则所取得的重大胜利 改写历史还有一段小插曲 1943年延安出了本小册子 中国职工运动简史 作者是早已被国民党枪毙的中共劳工领袖邓钟夏 1930年原文完全没有提到毛 可是现在的新版里塞进去这么一句话 1922年湖南工人运动就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 猛烈的开展了起来 个人崇拜树立起来了 名正言顺当中共领袖的时机成熟了 1945年4月23日 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 离上届六大整整17年 毛把七大往后一推再推 以便滴水不漏的控制大会 所有七大代表都经过反复筛选 毛还把他们中的大多数关了五年 整风前有五百来名代表 半数被打成特务 自杀的 精神失常的难计其数 几百个新代表被选入 个个都保证听毛的话 七大会堂最醒目之处是主席台上方的一条大横幅 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 毛被选为所有最高机构 中央委员会 政治局 书记处 主席 自中共诞生以来 他第一次公开的有了党的领袖头衔 24年的努力 如今总算开花结果 如愿以偿 毛的激动可想而知 感情冲动时 他容易故隐自怜 他又开始唠叨过去的受歧视 坐冷板凳 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 毛泽东成了中共的斯大林